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近日有澳洲的专家警告说 澳大利亚过度依赖中国留学生 并且呢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 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 并且呢到时候 澳洲的一些知名的大学的预算缺口 可能会转移到澳洲纳税人的头上 那么根据澳洲媒体ABC的报道 这项观察是来自独立研究中心的助理学者 塞尔瓦托勒巴伯恩斯教授 那么这位教授呢 他计算了澳洲顶级大学 从国际学生身上所获得的巨额的收入 其中呢澳洲最文明的高等学院之一 悉尼大学呢则名列榜首 那么在2017年来自中国学生的学费 高达了5亿澳元 占了悉尼大学那一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那么在这位教授发布的一篇最新论文之中 他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银行面临过的风险 来类比澳洲对中国的留学生市场是有多么的依赖 他就提到澳洲大学对中国留学生市场的敞口出了格 澳洲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 比世界上任何类似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 都要高出数倍 他还说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一旦中国学生的人数比例出现甚至是小幅的下降 都有可能会导致大学出现严重的财务困境 那么在收入短缺的情况之下呢 这一线的大学可能会难以支付基础设施的固定成本 和在边缘工的工资 那他最后还提到这个大幅的下跌 可能还会带来所谓的灭顶之斋 那么其实不仅仅是悉尼大学啊 这位教授还认为啊 而澳洲的一些顶级的高校 比方说墨尔本大学 澳洲国立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西尼科技大学 阿德莱德大学和昆士兰大学 都对中国留学生市场的敞口存在过大这么一个问题 巴伯恩德教授呢还进一步解释说啊 因为这一线的大学呢都是公共的实体 他们现在还能够躲在政府的保护伞后面 但是不让我们知道他们所冒的风险 因此呢也就不会负责任的努力去降低这么一些的风险 那么教授警告说呢绝对不能让主要的都市大学破产 而这些大学就是依仗着这一点经营的 这些大学目前呢都是举债贷款的 那么依据预期收入啊向这个员工和学生 其实说是做出了长期的贡献 所以如果发生涉及中国跟人民币的一些比较宏观的经济事件的话呢 那么这些预计的收入可能就会在弹指之间消失 那么澳洲有众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啊 似乎是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了 那么根据ABC媒体的消息呢 截至到2018年的12月 澳大利亚的大学招收了将近40万的海外留学生 那么国际学生大概占到澳大利亚大学校园学生总数的25% 而目前呢就读澳大利亚大学的学生里面有大概10%是来自中国的 那么自2008年以来呢 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高等教育留学生的总数几乎是翻了一倍 那么自2002年以来啊增长了三倍之多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2017年的收入啊是321的澳元 208年时候的收入呢就是191澳元这么多 并且呢这篇报道里面还提到说 财政收入其实并不是澳洲高校要考虑的唯一的一个问题 那么根据这个巴伯恩的教授呢 他认为招生的标准也是颇为堪忧的 他就提到说澳洲的一些大学呢 经常是惯常性的去降低招生的标准 并且呢以这个条件来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 并且呢还会通过针对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 开设的这么一些预课的教程呢 让那些拿不到标准的学生都可以进来大学读书 那么他的这一份报告里面呢还披露了一些 英语水平不足的学生 他们通过完成私立的机构开设的预备课程 就进入了澳洲某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 这么一线的例子 那么此外呢巴伯恩斯教授还会表示 他说解决方法应该是让这些大学 按照国别报告详细的学生人数 并且呢实施计划减少对国际学生依赖 这么一项政策 特别是要解决单纯依赖来自某一国家 留学生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开头也提到的 悉尼大学呢 在这份报告出台之后就有声明说 学校呢保持严格的入学标准 并且是实施多元化的战略 那么该校的发言人也是表示 说最近呢我们已经看到 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有所增加 并且同时呢我们还在努力的增加 来自印度和东南亚的留学生的人数 此外呢澳洲的国立大学就表示说 这个大学呢是一所研究密集型的大学 那么有一半的收入呢是来自高质量的研究活动和成果 并且呢在招生的时候其实一直保持着一些最严格的英语语言和学业的标准 那么尽管啊在财政上澳洲的众多高校还是非常的重视中国留学生 但是呢最近因为香港修例风波引起的全球各地高校都在上演的一些游行示威 校园冲突 以及因为连龙墙所造成的混乱呢 也让澳洲再面临着两难 那么在上周五呢也就是8月16日 支持香港反送中的一些市民跟支持北京的一些市民呢 在墨尔本的中兴地带的一场叫做英美港盟主权在民的这么一个支持香港游行活动之间呢 对峙 那么期间更是出现不少的肢体冲突 那么据上周的媒体报道呢 在场有一半的民众都是支持北京的 那么其实可以根据在场的视频显示 可以看到有许多都是年轻母样的支持者 所以很有可能呢是当地的一些大学学生 那么在爆发肢体冲突之后呢 警方就介入了 但是呢其实这个对峙双方的原冲突并没有减弱的意思 其中呢支持北京的示威者 更是集体高唱国歌 并且呢还是有人喊这个叫爸爸 摘口罩等等的口号 其中呢更是有一位示威者 他试图用力推开ABC媒体新闻部摄影师手上的麦克风 那么当天骚乱之后呢 维多利亚的警方是逮捕了两名的这个参与人士 并且呢宣布会对这件事情去进行调查 那么时至今天呢 维州的警方就给媒体提供了一份声明 那么这个声明中啊是明确表示 示威者在公共场所使用 侮辱性或者威胁性的词语是属于违法行为 那么这个声明中啊还提到 示威不是攻击或者威胁其他抗议者等非法行为的借口 也不是暴乱冒犯或者侮辱行为的借口 那么另外呢 针对一些支持香港的民众 有在几场示威之中佩戴口罩 遮面是否违法呢 这个发言人就表示说 这个问题应该要取决于示威者 他遮掩面貌是否出于犯罪的目的 那么在警方判定之后呢 在这个香港示威活动中的示威者 戴口罩并不违法 另外呢还跟JBC的报导呢 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香港人 Asky他就告诉媒体说 他上周五呢是参与了一场 这个兰澳大学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游行示威 那么他在活动中呢并没有佩戴口罩 那么因此呢 有一些支持北京的示威者 就在冲突之中拍到了他的面貌 那么他说啊 他的这张照片很快 后来就在微信上面传播开去了 在这个照片传开去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就有朋友告诉他说 他的个人信息被分享到了微信上面 那么这些个人信息呢 包括有他的姓名 他的工作地点 微信号 以及他在示威现场的照片 也同样是在上个周末 一系列的支持香港示威活动之中 前六月时报记者许秀忠呢 在给悉尼县区城报 报导悉尼的示威活动之后 他发现有人在微信群公布了 针对他个人的 并且带有性侵犯意味的一些信息 那么其实这样持续的冲突 也是相 可想而知是传到了澳洲政府的 之中了 那么许多的政府政客呢 也因此需要做出相应的回应 特别是针对最近澳洲一系列校园之中 出现的冲突 那么其中呢 就有一些澳洲国会议员警告说 中共现在在澳洲大学校园之中 有着过大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自由党参议院的爱里克阿贝茨呢 就表达了他对言论自由的担忧 他说呢 我认为留学生在海外大学校园中发生纠纷 我了解到一些亲民主学生感受受到了恐吓的情绪 这让人担忧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学要尽量介入以鼓励适当的平静 那么此外呢 澳大利亚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也担心 这一种的对校园内外国干预的担忧 会演变成一场抨击中国的运动 而对于校园中的学生来说 这一场的抗争似乎仍然在继续 那么自从2016年起 就开始在昆盛兰大学就读的香港留学生杰克瑶 是布里斯班国际留学生 孙云香港这个组织的成员 那他本人呢 在昆盛兰大学的那一场的示威活动之中啊 也是主要的参与人之一 那么杰克瑶在接受ABC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声援活动是要继续下去的 这是为了香港的未来 那么他的原话是说 这不仅仅涉及我们这一代 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儿女们未来抗争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我们受到怎样的威胁 无论我们多么恐惧 我们都要站出来表达对香港示威抗争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战斗下去 而据称呢 他们在昆盛兰大学的联龙墙 其实已经第四次的遭到了破坏 那么此外呢 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提到过的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据推特上面的纽西兰价值联盟成员 福利曼玉表示 奥克兰大学的联龙墙呢 已经第六次的遭到了破坏 那么此后呢 香港的学生也第七次的 对这一堵联龙墙进行了重建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端的明镜焦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火拍 明镜电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